继续回来问答环节 身边的嘉宾有我们 邀才证券研究部高级分析员直耀辉先生 Stanley 你好 踢路大跌市恒指跌775点 20171点 挨近20,000点的边缘 成交方面已有412亿多 期指低水77点 2091点 跌640点 国企指数跌482点 10915点 见到今天的跌市 大家都猜到要跌 但都猜不到会跌更多 和跌和星期五的幅度 都快接近一样 曾经最多跌至超过800点左右 我想问 距离20,000点还差8多点 会否又再穿一穿 会否不足为期 基本上大家都知道 你说今次的下跌 基本上是很受到外卫的因素 所主导 特别是标普突然间 突如期落的突杂 所以令到大市都很受到影响 当然 今天会否受到2万点 今天都暂时受到稳 但问题是 最终结果是否受到稳 很高级似乎外卫的情况 特别是在今天下午之后 即是在欧洲市场开始之后 情况而定 因为说真的 如果从事看基本因素 例如说 港股走势上 已经跌穿了一些比较大的支持位 所以2万点的关口位 我觉得是心理上的关口 会跌穿 其实不排场的机会 但问题是 比如说你见到港股 由之前的 大概2万2千水平跌下来的时间 基本上都叫做 比较短时间和比较快 所以短期里面 其实技术上都出现一些超慢的情况 所以不排除短期里面 可能会有些比较轻量的反弹 但始终形势上 我觉得都是要看回外卫的 特别是现在外卫都流流暖 所以你说 港股一些基本因素支持 或者比较正面的因素支持住 但可能这些因素 大家暂时都不会太理会住 特别是一些悲观的情绪 基本上充斥着市场方面 所以就算你个别的职业股 本身业绩不错的股份 但从今天来说 都避免不到一个比较显著的下跌 所以短期里面 我想大家都可能要有些心理准备 或者抱着一个前部头的比较好些 是的 我想家庭公众有买过股票 我想现在都应该在乘坐艇 是的 都要看看 怎样保持心理质素 应该怎样做 或者有什么股票值得入的话 Stanley一会儿叫他再介绍一下 不如接听家庭公众的电话先 李小姐在电话旁边 你好 你好 想问哪一只的 中石油 中石油 8.57 有没有货的 未 是 那我现在想入市 是 是 好 看到跌到10元 现在10元02 跌了3.4% 10元的中石油来说都很便宜 是的 没错 因为其实你看到油价方面 这一两天都有个比较明显的下跌 尤其是在星期五的时间 事实上 你看到石油的展望油价方面 大家最初都比较乐观 对下半年的石油的需求 都比较正面 但你看到近日的经济 一些经济面的情况 现在都相对 大家对下半年的经济展望 都不太明朗 所以油价方面 都比较 油价方面 大家对它的预期 预期的表现 都比较差一点 当然看中石油 其实在这段时间 都有些比较料一点的消息 尤其比较没有公司方面 在一个 看来的内部 都是在塔烈木的油田方面 都发现了一个 比较大型的天然气 的气田 其实看到储量 也有2000亿的立方米 变相对中石油本身 其实这些消息 都可以说是比较正面 特别是看公司 或者在内地方面 你看到石油的趋势上 都会对石油的资源 或者一些 可能向外拼求石油的资源方面 都会比较着力一点 尤其是到现在开始 大家对美元的信心 都开始有些动摇 虽然你说 中石油方面 其实未来来 我自己也预计 它会在一些 可爱的市场 发展方面 应该会有个不错的发展 但是无奈 你看到中石油的股价本身 都是敌不过的大市 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下跌 现在初步看回 都跌到9.96左右 这个位置 今天还试过9.9 这个关口位置 但继续上 看回 当然基本的数 在今天市况方面 都可能大家都不太重视 特别是在个别重型的大价股身上 当然看回来 中石油 你见到今天的股价 暂时都做得比较矮 近些价都做得比较差一点 而现价位 其实都是刚刚好 跌下去 是之前 大概在今年3月中 左右的时间 一个多低位 在9.9左右 这个位置 而初步看回 如果今天能够守住这个位置 技术上 不排除有个机会 可能会有个比较轻微的反弹 而先补回 反弹目标 在大阔界埔 10.5左右 这个位置 这个列口的位置 但问题是 你见到形势上 如果万一再跌穿这个位置 其实意味着 我已经跌穿了 这个比较大一点的支持位置 不排除股价会再试穿 即是考验 就是9.6左右 这些水平 所以我建议家庭观众 李超姐 暂时初步 我都建议先观望 因为始终你说 如果跌穿了 这些比较大一点的关口位置 下面有些调整的机会 所以我都建议 家庭观众 暂时都可以先观望 特别是看能不能守住 9.9这个位置 如果守住的话 不妨可以 可能换少许反弹 但如果穿了这个位置 可能有机会 刺激到9.6这个位置 即是等我先等 李超姐 多谢 还有什么想问 293 郭泰的 这些有想买的 是吗 是啊 我17个半卖 OK 已经买了 买了 好 十六个两毫多的客 跌了差不多一成 想给他买一架 是啊 那这些又怎样看呢 Stanley 其实和刚刚那些是相反的 如果你说 刚刚油价又比较 可能大家比较 比较悲观一点 对于一些航空股 特别是对国泰来说 对于油价 如果下跌 本身入来 成本会比较低 但问题要留意 始终大家现在 是担心经济不明朗 如果经济是转坏的话 那对于一些航运业 生意都可能会受到一些打击 所以对于国泰来说 它有利有弊 但股价方面 都算是 再试回近日的低位 特别是 如果你看到图备上 现价跌穿了 即是跌到一年以来的新低 这就是三年图 一年图 其实现在已经跌穿了一年低位 即是一年低位 就是为之前的时间 大概在17元左右的水平 所以随便看 如果跌穿了17元的话 其实都可能要先下来止蚀 特别是 现在已经去到16个月的位置 都比回家庭观众买入价 都算是跌成一成有多 所以我也建议 尤其是现在示范 不是那么明朗 所以如果家庭观众 可能觉得有些不安 我建议可能性能减持 会比较好些 好啊 现在的时候 都可以参考Stanley的意见 是吧 多谢 谢谢你的电话 拜拜 好 亦都是很欢迎家庭观众 有问题的 即管是打电话给我们 问看Stanley问题 在跌市之中 应该如何部署股份 电话No.204-6566 和可以继续传电邮给我们 askatbschannel.com 看回大市 现在都是 再下市低位 跌117点 20133点 跌幅又再扩大一点 跌接近4% 成家有434亿多 已经 即月期指 低碎53点 2079点 跌661点 成家有64000多张 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会